說到最近的核戰問題,俄羅斯因爲升級了 包括經常說將一些核武器加輔助附近的國家 大家都知道附近國家是指哪個,即是白俄羅斯 亦說有相關的部隊,其實也是白俄羅斯 可以隨時操控核武器攻擊附近的國家 之前亦都凍核過德國,特別指名的德國 為什麼呢?因為德國是大國 但是德國又不是擁核的國家,所以相對 對於普京來說,應該是比較容易管理的地方 但是有時候,你去做核鵝詐 對方的北約陣營,照道理他們都有核 所以他們都要做一個還擊的動作 例如我們見到北約的秘書長斯托林伯格 也有提到,北約會討論核武的佈置 尤其是核武第一,需要有多樣的可能性 即是在不同的地方都有核彈的準備 包括戰術上如何做一個報復的行動 亦都不排除他們是有第一擊的行動 雖然大家聽起來,會不會太主動、積極和產生核風險 但是如果沒有這種第一擊的動作 有很多時候會令整個形勢相當被動 所以斯托林伯格沒有具體討論到任何作戰細節 第一,真的沒有必要 例如部署或儲存核彈頭的確切數量 亦屬於高度機密的事 所以正常,亦都不會特別向外界 是很透明公開告訴大家 現在北約的部隊 他們在一些不同地方部署的戰術核彈 應該要買多少 這些,他們最多是在他們內部的成員各個做討論 Anyway,見到斯托林伯格說到北約去部署這些戰術核彈 其實在最近的形勢上 都關心俄羅斯會不會第一,用核彈在烏克蘭本土 第二,亦都會用在一些供應武器給烏克蘭的國家 例如說過很多次,包括德國、法國等 如果你不停供應一些尖端的武器去到烏克蘭 而且烏克蘭又可以用你們國家的武器去進攻俄羅斯本土 他們,普京就會視為你是進攻俄羅斯本土 即是,他不會同意你去打這種proxy war 所以這種代理人戰爭,你背後要直接跟俄羅斯博弈 即是,普京的話裏就說得很清楚了 你提供武器給烏克蘭,其實跟你親自上戰場 的意義已經非常接近了 所以,艾核彈的已經不會只有烏克蘭 艾核彈的隨時要是你們國家的子民 我們亦要看俄羅斯的核彈 但北約也有核彈 包括英國、法國和美國 三個國家他們是擁核 尤其是我們說到美國 美國絕對是核武的大國 而它擁有核彈的數量 無論是活躍的或是儲存的彈藥 其實跟俄羅斯都是旗鼓相當的 不過唯一的不同就是 美國的災具更加現代化 包括他們有海陸空三款不同的災具 雖然他們陸上載具,即民兵三型 是比較陳舊的 但是他們的海機和空機的投放力量 都是比俄羅斯強 包括他們有隱形的轟炸機 就是B-2 接下來亦有新的接班人 即B-21 他們作為空中轟炸的力量代表 全世界都只此一家 當然亦有來自B-52等轟炸的情況 亦發展於新一代的空中核巡航飛彈 這也是屬於美國一個比較重要的 接下來對待其他核子大國的武器 還有海機,即包括他們的核潛艇 即包括他們的SSPN 接下來新一代的哥倫比亞級有少少研製 不過現在的俄亥俄級仍然威力十足 所以美國提供給所有北約核武國家的保護山 理論上都算是足夠安全 不過大家都不能計漏了特朗普因素 特朗普亦之前有提及過 如果他今次成功當選 隨時會切斷烏克蘭的援助 雖然這個可能只不過是競選口號 亦會令到所有曾經支持過烏克蘭國家都流汗 如果你說美國突然退出所有支援烏克蘭的地方 如果歐洲繼續支持烏克蘭 然後俄羅斯向支持烏克蘭的歐洲國家報復 美國會否啟動到他們的核保護山去保護他們呢? 這個情況就變相當尷尬了 所以我們說過 特朗普因素都有很多國家需要考慮 歐洲又不僅只有美國有核彈 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北約國家都有核彈 但到時有沒有足夠的核力量去抵抗俄羅斯呢? 當然了,核彈除了我們經常說的戰略核武 即是可以將整個城市轟炸之外 亦有另外一款我們叫做戰術核彈 它是可以放在飛機之類的載具上進行攻擊 現在北約有五個國家 道理上是有這些戰術核彈的 包括有比利時、德國、荷蘭、意大利和土耳其 雖然有個說法 土耳其可能已經是美國收了那些戰術核彈 但我們都未能夠肯定 理論上,英國就被劃分為後備的國家 即是英國都可以投放這種戰術核武 放在英國那裏,隨時作出應變 不過似乎暫時未啟動到這個後備的計劃 所以我們講到這些國家 當然核彈儲存在剛才的五個歐洲國家 不代表它們可以擅自使用這種戰術核彈 也需要北約的司令部 才能夠決定是否需要引用這些戰術核武器在戰場上 如果從核筆擴散條約去計算 如果投放在剛才我們說的飛擁核的國家 算不算是擴散核武這件事 就是有少少爭議的 不過,我們講到現在這種的戰術核武 都已經適合了不同的空中載具 包括我們說的F-16 現在大部分國家的F-16 都應該能夠持有這種戰術核彈 我們講到B-61這種戰術核彈 其實現在都已經推出到Block 12 即是到第12個批次 似乎接下來會有第13個批次出現 美國正在研發新型的這款B-61戰術核彈 更加適合現代的載具 包括第五代的隱形戰機 所以F-35 都應該能夠持有這種B-61的核戰術炸彈 相當之好用 包括我們說的荷蘭空軍 他們的F-35 已經率先能夠取代他們舊有的F-16 能夠承擔到B-61核戰術導彈的轟炸角色 亦是整個歐洲第一支部隊 能夠在隱形戰機的情況下 發動核戰術攻擊的情況 現在的B-61 Block 12 第12批次 正式應用在F-35 上 大家亦都知道 包括比利時、意大利、意大利 很多國家 其實它本身都能夠使用F-35 所以剛才我們說到 比利時、德國、意大利、荷蘭 德國都會有F-35 不過可能會遲些 所以比利時、荷蘭和意大利 應該是比較早的一批 能夠使用到F-35的B-62 Block 12 去攻擊對他們有核戰術威脅的國家 土耳其原本也是F-35的合作國家 但因為它違反了一些北約的協議 包括向俄羅斯購買這個武器 所以被踢出了F-35聯盟 搞笑的地方就是他們的宿敵 反而希臘就得到了F-35的配額 有時的東西真的似一時、比一時 亦都有一個似燒比掌的味道